先生 先生 我手速的要好了 什么时候开演唱会啊 开什么开会 我又不是上水壶 拜拜 护士问 如果我开演唱会你们会来吗 结果米子们太激动了 米刚子炸锅了 周生看到在线正惊回帘 太好笑了 大家都太期待周生的演唱会了 就每一道伤口吸尽我的脆弱 原来有回去的泪才能淹没了脆弱 你发誓更勇敢一生与梦相拥 还想要继续吗 有你风不退啊 让璀璨住进你眼眸 别怕未来的模样 辜负曾经的凝望 有多少理想就有多少 那沿途的风浪也不过就这样 这银路光景有你在身旁 他们说要越过前方风霞 必须抵着头 他们说要绕过万岩的河 才能往前走 他们说他要放下 他愿要放个路口 如果得不到谁带人痛 那就不算拥有 没能够决定谁的一生一个走 昨晚舞台2023 第二期终于播出了 周深又贡献了名场面 开发了山歌版的大鱼 还清唱了大眠 以至于节目还没有结束 微博就出现了热搜 周深清唱就让我起了鸡皮疙瘩 以及周深清唱完 挑战犯双手举一千分 快忘了怎样练一个爱 我被虚度了的青春 也许还能活过来 说心疼我的更应该明白 我当然会沉醉个痛快 就让我陪他练完这场爱 只求新话终于盛开 就没有别的期待 等梦完醒来 再去收拾残骸 周深点评李佩玲时说 我觉得她在唱歌时 少了一些说话的语气 被Ella现场cue做示范 周深就清唱了几句 清唱还没有结束 朴仔饭就写了一千分的牌子 为周深打call Ella评价说 用清唱的方式 可以唱到大家起鸡皮疙瘩 谢谢她把我当成傻子 每天都哄我上当一次 清醒一辈子 也就那样子 不管她的事 周深空灵的扫音 顾鸣的情感 娓娓到来的故事感 对歌曲独特的处理方式 一字一句都打入听众的心里 没有特别多的转音 每个字都很直接 轻巧的落在音转上 配合她气息的包裹 只能说不愧是修音响的存在 这也展示了什么叫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李佩玲的演唱 如果和同场其他的选手比 着实算很好的 但是和周深一对比 感觉是两首歌 这是不是就是没有技巧的干净 和诠释技巧的完美统一呢 大家觉得呢 而舞台2023和腾讯视频官方微博 同时截取了周深清唱的片段 单独发微博 妥妥的炫耀 我觉得自己是胆小鬼 但其实我在选的时候 都有点不好意思选胆小鬼 因为胆小鬼 在每个人的第一反应 都是比较负面的一点 但我后面 我还是会选择胆小鬼 我觉得每一个过往的自己 无论任何时刻的自己 都是那个自己 不要去排斥它 你可以看到参加创造影的装造 都很明显是有力很多 然后来到我们 来到舞台2023也明显柔和了很多 包括选歌 说话 把生活的一些不开心都放下 然后跟我一起坠入爱河 奥斯卡的锋芒好像被摸拼了很多 他就变成了他的名字 大熊 小熊 冒险者真的很难冒险成功 因为标准现在是一个很高的 除非你真的是一名惊人 今年来很少有歌手 能够给人带来鸡皮疙瘩般的感受 但是周深却成了那个令人陶醉的例外 听到周深的歌声 仿佛置身于一个神奇的音乐世界 他的嗓音清澈而富有穿透力 每一次演唱都能够触动人心 他的声音既有温暖的质感 又有充满力量的张力 宛如一股清泉直达人心 周深的唱功已经得到了广大乐迷的认可 他的演唱才华不仅仅是技巧的堆砌 更是来自于他对音乐的热爱 和对每一首歌曲的真挚理解 他用他的声音诠释着音乐的美妙与力量 让人为之动容 不论是舞台上的演唱 还是录音室里的音乐作品 周深总是能够给人带来惊喜和感动 他的唱功让人称赞 他的音乐让人陶醉 相信在未来的音乐道路上 他会继续收获更多的赞誉 为音乐世界带来更多精彩的表演 记得评论点赞订阅我 随时了解周深随心动态 从很多年轻人口中都会想到这句话 就是我要表达不一样的自己 不是一两个人了 我觉得他们都没有拿出他们最闪亮的那一面 佩玲他的力气应该是唱功 但是出舞台没有展示到他的唱功 我觉得他只是在完成一个任务 我没有觉得他在展示自己 因为我是一个从小的机会 没有那么多人 来舞台2.23我期望可以帮到他了吧 对 有很多人就是明明他各方面就很优秀 但他做了很冒险的选择 最后他感觉他的处境 或者所谓他的分数 其实还不如我 对啊 这个也是在现实生活中间最发生的 是 这就更像人生了 我们刚开始进行我们人生的时候 我们是不了解的 我们就是要通过慢慢摸索 慢慢被坑 然后你才会理解 这样一个生存模式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 所以我在这里我就已经会觉得 失败是很珍贵的一个经验了 如果他们不坑一下 他们永远不知道 原来冒险者的后面是这个样子 感谢他把我当成傻子 每天都鸿沫上当一次 清醒一辈子也就那样子 不管他的事 都快忘了怎样恋一个爱 我必须读了的青春也许还能活过来 说心疼我的更应该明白 我当然会沉醉个痛快 就让我陪他练完这场爱 只求新花终于盛开 就没有别的期待 等梦晚醒来 再去收拾残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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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去收拾残骸